四岁孩子怀孕三年 肚子像吹门气的气球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看到的人无不捏了一把冷汗 像他这个年纪的身体 五岁大 五岁的护云新身高只有99厘米 腹围却高达106厘米 比身高高出了7厘米 远远望去就像是一个怀孕的孕妇 但正常临产的妇女 腹围也不超过100厘米 显然是因为某种特殊的疾病导致 女孩身上穿的这条绿裤子 就是妈妈怀她9个月时穿的裤子 如今穿在女孩身上 竟然十分合身 病因到底是什么呢 护云新出生在山西运城的一个小农村 刚出生时没什么不同 对于这个漂亮的女儿 一家人疼得不行 然而在护云新七八个月大时 妈妈惊讶地发现 女儿的肚子好像有点大 同时毒气外突 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听到这话 父亲不以为然 毕竟刚出生的孩子都有点胀气 结果到医院一看傻眼了 孩子肚子里并不是胀气 而是满满的腹水 单检查做了一大堆 钱也花了 就是查不出病因 医生建议他们转运 运成县城的医生 则建议先把腹水抽出来 一来可以减轻孩子压力负担 二来做彩抄可以检查得更清楚 接连抽了两次腹水了 胡云新的肚子完全别了下去 就像正常孩子一样 就在一家人松了一口气时 一个月不到疾病再次复发 眼瞅着孩子肚子越来越大 夫妻两心疼得要命 接下来的两三年里 胡天鹏带着女儿四处就医 从祭山县到盛城太原 甚至还去北京的儿童医院周一过 可以全跑下来 花光了急许不说 病医就没弄清楚 更别替治疗了 女儿的话像刀子一样 各在胡天鹏身上 渴望着自己的家庭条件 胡天鹏也是一脸无奈 当初他当了八年兵 离开是值得了五万鞍治费 为给女儿治病早就花光了 家里还有个小一岁的二女儿 一家四口 就靠胡天鹏一人 每月九百元的收入过货 一年收入还不到一万 但尽管生活如此艰难 夫妻俩也没有放弃求医的想法 稍微攒点钱 就四处看病 孕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医院都去过了 依旧没有结果 就在两人绝望之际 一则新闻又让他们燃起了希望 男人掀开女儿的衣服 卡卡拍了两张照片上传到网上 不料两天后他就成了百万富翁 就在几天前 还在为女儿怪病发愁的胡天鹏 突然从房东口中得知 电视上也有个女孩 和他女儿病情差不多 一样是大肚子 在网上发了求助信息后 不仅得到大量捐款 还在北京一家医院治好了病 这个消息让已经绝望的胡天鹏 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 他找人借了个数码相机 给女儿拍照后 发动亲朋好友 把女儿的照片和简单情况介绍 发到了论坛上 网上求助的人太多太多 胡天鹏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这是他救女儿的唯一机会了 几次帖子都没笑过 就在众人性会议冷之时 胡天鹏应着头皮最后发了一次 或许是感动了老天 发帖十分钟后 就被一位论坛管理员注意到 在获得许可后 将其转发到了微博上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事 已是积极浅层浪 该片微博迅速被转发 两万七千多次 胡云星神患怪病的事情 被更多人熟知 一个四岁的孩子 长如此大的肚子 让众多网友心疼 在他们的转发以及求助下 任动注意到了 他发帖表示自己很想帮助他 请问怎样捐款 同时还将胡天鹏的账号 发到了微博里 而这一闪据 得到了他百万粉丝的支持 在后来众多明星也加入了进来 为胡云星助力 并且在网友的帮助下 胡天鹏联系上了 天使妈妈爱心基金会负责人 沈丽女士 在沈丽的运作下 很快就安排胡云星 住进了北京二炮总医院 当初那个病人 就是在辩测博士看好的 上个孩子患的是不加适总合症 在一些上被称为世界性难题 至今还不清楚发病的原因 但是症状和云星一样 会产生大量负水 最终导致肝肾衰竭而亡 就在一切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他又为看病的钱犯起了仇 他帮子带了只有五千块钱 所以凑在一起 所有连借的带都只有五千块钱 此时胡天鹏丝毫不知道 自己已经成了百万富翁 就在他犯愁时 一位好心人打来电话 对方在确认身份后 说给捐了五万元 紧接着就挂断了电话 胡天鹏到银行一查 果然有钱 并且钱还在不停上涨 现在钱不愁了 就是如何治病的问题 这是我见过肚子最大的女孩 里面装的全是水 会减轻女孩的负担 医生直接用管子 将肤水全部引流出来 安黄浑浊的肤水 看着就让人打寒 随着肤水逐渐营出 困扰了医生二十多天的发烧问题 也终于得到缓解 经过北京八一儿童 总医院的黄六明主任判断 胡云心得的病 应该是大网膜囊肿 这个并不难治 最难的地方就是不好确诊 根据资料显示 此病数前能够正确诊断的 只有13% 这也是胡云鹏带着女儿 跑了四年医院 都没查出病因的原因 不想通过网络的力量 两天时间不仅钱筹够了 还约到了明医 查出了病因 想到这胡云鹏不由的感慨 身为农民要想 借出上级资源太难了 正当胡云鹏感觉到希望时 有医生又提出了不同意见 说胡云心很可能是 结合性腐膜炎 如果是大网膜囊肿 就需要做手术 反之只需吃药治疗 经过讨论后 医生决定先将其 按照结合性腐膜炎治疗 观察六到八周后 再考虑囊肿 然而几个周期结束后 却没有任何效果 现在仅剩的只有 剖腹做手术 但是孩子肚子实在是太大 稍微出现点意外 都有可能死亡 上午九点 胡云鹏被推进了手术室 划开肚子以后 医生们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正如他们预测 胡云鹏得的病 确实是大网膜囊肿 简单来说 胡云鹏大肚子下 是一个巨大的囊肿 里面装满了液体 就像塑料袋一样 光处处付水是治标不治本 必须连同那薄薄的 一层囊肿皮切掉 这是一种先天性疾病 在儿童中比较常见 只是长到这么大的很罕见 经过医生四个小时的努力 手术顺利结束 术后第二天就脱离了胃线 并且顺利进食 胡云鹏原本27公斤的体重 也降到了14公斤 几乎是他体重的一半 云鹏也终于摆脱了大毒婆 这个他不喜欢的称号 2 3 4 4 5 5 4 4 5